好 再來是嘴巴 嘴巴這裡就跟頭毛一樣 只是我們的形狀不太一樣 我們這裡一樣 Edit Mode 我們這裡把我們 主要的這裡做出一個圓的形狀 Still 往內縮一點 Still 好 這裡我們就inset 把 Edit Mode 我們刪這裡 Mind i inset 往內縮 Mind i inset E is true 長出來 好 縮小 Scale 縮小成我們的樣子 好 這裡 嘴巴的部分 這裡就要 就是要花一點心思來把它點 調成比較正的圓 像我們這裡 這裡就把半邊刪掉 這樣就可以節省我們調整 調整的 細 細節我們這裡就加Smooth Mirror Mirror的話記得放到前面 細分永遠是放到最後一層 去處理的 好 G G 調整 我們希望它一樣是嘴巴也是尖尖的 好 我希望它有點到錐形的 所以我這裡形狀 調成 標 正 我們調到側邊來看 這裡側邊的時候我們要來注意一下 不要在調的時候把這個 基本它貼合臉的這一塊的 形狀跑掉太多 嘴巴我們這裡 內縮 都 像這時候我們都可以配合我們的細分 來看我們最終 的模型是不是我們所要的樣子 像這裡它就比較方嘛 我們這裡 就把 這裡比較平的地方 比較方 我們調圓 嘴尖也是 調到圓 這裡 這裡細分的時候會發現這整個嘴巴都 細節都糊掉了 因為其實它細分我們都從中間切線去平均加點加線 所以我們這裡Ctrl R 加線 然後把它移到後面 然後 硬邊比較 比較硬 像它就 在細分的時候它就不會這麼快的 轉過去 然後我們嘴巴這裡也是可以加一點細 再 Ctrl R 加一層細節 縮放 做一點點 變化 好 那這樣很簡單的 用光用 Extrue Inset Extrue 我們就可以做出了眼 眼睛 眼眶 頭毛 跟嘴巴 像我們這樣小雞的基本型 就這樣完成了 第一個段落 模型 差不多就是這樣